首先,开启遥控器和飞行器 使用USB数据线连接移动设备与遥控器 在移动设备上安装并运行DJI GO4 App会自动弹出激活页面 根据App提示进行下一步 请仔细阅读产品使用条款 开始激活后,先为飞行器记个名字,后续可更改 然后设置摇杆模式 一般情况下,默认使用美国手 继续下一步,设置快捷键 您可以自定义遥控器背部的C1、C2按键功能 方便飞行操作 接着,选择合适的参数单位 随后,App将提示是否开启新手模式 在新手模式下,限制飞行高度和飞行半径在30米内 只能在GPS信号充足时允许起飞 完成以上设置后,请再次确认您的激活账号无误 点击激活 激活后,将不可更换激活账号 而且,飞行器的信息将与该账号绑定 作为使用维修及售后服务的依据 在初次飞行前,建议您通过DJI GO4的模拟飞行熟悉基础操作 并观看安全飞行教学视频 以避免新手误操作等意外风险 如您遇到任何疑问,欢迎搜索大疆服务微信公众号获取技术帮助 感谢您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